孙艺珍,孙艺珍,与玄斌在2月10日发表了即将结婚消息,让粉丝们都超惊喜,纷纷献上祝福。 今日,十六分之二,孙珍出席主演的JTBC新剧39的制作发布会,这也他宣布婚讯后首次公开露面,一出现就收到记门此起彼落的祝贺。 孙艺珍更在发布会上发表将与玄斌结婚的感想。 Photo from JTBC,Photo from Naver,16日下午举办的JTBC新剧30制作发布会通过网络进行了现场直播,演员孙珍,田美都,金志贤,严宇震,李茂生,李泰焕和金像导演皆出席了活动。 39是一部现实人情浪电视剧,讲述了即将40岁的三个朋友的友情和爱,以及对生活的深刻的故事。 Photo from JTBC,Photo from Naver,孙艺珍在剧中饰演男皮妇科院长车美招,有着慈祥的父亲,宽容的,亲,脾气好的姐姐,是个温暖时又非常酷,在富裕。 孙艺珍在发会上表示,时隔很久站在公开场合,感觉很紧张,天久违地见到了演员们。看到精彩片段后我哽了,感觉很奇妙,很奇怪。 Photo from JTBC,孙艺珍还发表了今年3月与玄冰结婚的感想。当被问及结婚感想时,孙艺先反问主持人结婚感觉怎么样,听到对方回答。 上最好的之后,孙艺珍也答道,我也非常希望如非常非常感谢,因为是个人事情,不知道该说实,但是作为演员,个人觉得非常重大的事情在2022年发生,就像命运一样。 我收到了很多祝福,想借此,会说声谢谢。 Photo from Never孙艺珍后来谈到剧中男主角善语,与正事,赞叹,世上真的会有像善语这样的男人,太完美了,有种代理满足的感觉。 没想到主持人上打去道,但大家说你不是代理满足,而是现实满足了。 让大家听完都哈哈大笑。 Photo from JTBC39江鱼江今晚迎来首播,根据之前释出的预告,在剧中是医生同事的孙艺珍和炎语震,似乎第一集就有戏了,玄冰不要看XD。 除此之外,甜美都与李茂生的恋,金智贤与李泰幻的姐弟恋,也都各有独特的化学反应。 好奇的朋友们,不要忘了今晚四首本放咯更多相关文章39第一集预告公开。 孙艺珍言语震首播就有激情戏,甜美都月恋李茂生玄冰孙艺珍结婚典礼公开。 两人的缘分原来八年前就已注定,这幕真的是最甜欲言太甜了。 刘Quiz孙艺珍大方向玄冰传情现在的爱情就是初恋网权暴动,结婚。 孙艺珍迎来40岁生日,男友玄冰借爱犬名以低调祝福。 网,KT爸给KT妈的应援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KDaily。 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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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在一起之前,同时自己写orus cards紙、 personn berry后十秒、君带给KT神机写� Regel了, 欢迎再来一个温少数什 minds经期间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